女孩明明有一整柜的娃娃 却将它们全部锁了起来 新来的保姆很是疑惑 米兰并没有在意 可生活 不小心割到了玻璃 洋娃娃不可能会咬人 随即拉着她去楼下止血 这些娃娃都有名字 因为丹妮没有带她一起玩 雪莱才会妒忌地咬人 可她现在只想和米兰玩 为了避免让雪莱看到 他们最好到楼下去 米兰一口答应下来 就在两人出门时 丹妮回头看了眼柜子 紧接着将房门关闭 此时米兰准备好了巧克力 丹妮本来还很开心 又想起雪莱不喜欢巧克力 与凯特正好相反 米兰疑惑那是谁 丹妮解释是 雪莱旁边那个穿滑雪服的娃娃 之前他们一起去滑雪 但有时候又不是 反正现在最好的朋友是米兰 听得她满头雾水 丹妮突然想起游戏没拿 又急忙跑回房间 米兰见她离开后 从包里取出了一本书 用荧光笔画出一段话 孤独的孩子会幻想出朋友 以及做出反社会的行为 丹妮有些符合 就在这室楼上传来尖叫 她急忙跑进房间里 发现柜子里的雪莱不见了 丹妮责怪米兰没有拔钥匙 导致她从柜子里逃走 米兰以为小孩子在玩过家家 当即询问跑哪去了 因为雪莱喜欢黑暗 他们可以去比较黑的地方找找看 米兰还想把柜子上锁 却发现钥匙不见了 我相信Shelley取得了 我们去找Ryu 我们去找Shelley 丹妮提议到父母房间看看 那里面比较黑暗 她不被允许进入 米兰只好独自进到里面寻找 但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她也许在楼下 两人刚来到厨房 米兰就踩到了摔碎的杯子 当即认定是丹妮弄的 这样会伤到别人 丹妮连忙否认 雪莱不喜欢巧克力 所以才会生气地摔碎杯子 米兰提出假设 雪莱可能是因为被关起来而生气 丹妮并不这么认为 洋娃娃很容易受伤 她必须像母亲一样照顾他们 以前雪莱就逃出来过 母亲的茶壶被她摔碎 米兰只是觉得 洋娃娃不应该被锁在柜子里 眼见自己不被理解 丹妮气得转身离开 却突然被什么绊倒在地 米兰急忙上前检查伤势 而地上的那个东西 正是逃走的雪莱 眼见看护对象连连受伤 米兰就要打电话告知母亲 丹妮要把雪莱放回柜子里 但她根本听不进去 电话很快拨通 米兰并没有说起娃娃的事情 只是询问急救箱在哪 而丹妮正在楼梯口坐着 她一定要把雪莱放回去 两人刚走进房间 赫然发现那些洋娃娃全逃走了 米兰认为是丹妮藏了起来 可她根本没有这样做 雪莱故意支开他们 就是为了回来用钥匙打开柜子 眼见她还在继续演戏 米兰一把将丹妮拉了出去 不料一出门 就看到坐在扶手上的娃娃 她只当是丹妮的小把戏 将楼梯的几个娃娃捡起 米兰疑惑她是怎么办到的 丹妮却惊恶地指了指面前 一堆娃娃正直勾勾地看着他们 就在这时 米兰突然注意到花瓶掉落 急忙拉着丹妮后退 她猛然抬头看去 一只小手露了出来 罪魁祸首正是雪莱 还没等米兰缓过神 又从碎片里捡起手链 丹妮一把抢了过来 米兰顾不上那么多 正想打电话给她父母 不料发现娃娃们竟然都动了 目光看向两人这边 米兰吓得连忙拨打电话 可话筒没有任何声音 电话线被剪断了 她又响起包里的手机 拿出来一看 电池都被扣了 米兰顿感活见鬼 还想着带着丹妮马上离开 回头却发现她不见了 而面前贴着张离开的纸条 显然这都是娃娃们搞的鬼 她不理解这样做的理由 但她必须带着丹妮离开 米兰刚走到楼梯就愣住 娃娃们集体站在上面 想着阻止她上楼 房间传来丹妮的救命声 米兰急忙冲了上去 不料被白色的独角小马绊倒 整个人从楼梯滚落 再次醒来时发现 被什么东西拖着 米兰用手扯过来一看 正是那些洋娃娃 只为了把她拦在楼下 但救命声不停传来 米兰把他们扫到一边 提着小马冲进了房间 丹妮正躲在柜子里瑟瑟发抖 三个娃娃躲在门口 米兰一把将他们挥走 紧接着安抚丹妮开门 她已经把娃娃赶跑了 丹妮迅速把门打开 拽着米兰进到柜子里 两人必须尽快逃离这所房子 但丹妮看到了那只独角小马 整个人变得异常激动 一个钱包突然掉了出来 她疑惑地拿起照片 女人的手链和丹妮的一模一样 米兰顿时汗毛竖起 她现在才恍然大悟 那些洋娃娃曾经都是保姆 他们被请来照看丹妮 却被永远留了下来 洋娃娃一直在警告米兰赶紧离开 并不是要伤害丹妮 但现在明白已经晚了 她被丹妮死抱住 身体慢慢变得僵硬 缓缓变成了一个洋娃娃 而其他人都被丹妮锁了回去 永远也没机会逃跑 他们又多了一位新朋友 米兰本以为能帮助丹妮战胜恐惧 却没想到她即使恐惧本身 最终住进了一座玻璃监狱里